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阿育王之柱呢 就是他用了国家机器的力量 到全国去寻找佛陀留下来的地方 然后呢 用皇帝君主的权威 在那边树立一个Pillar of a shortcut 那我告诉人家说 这个就是以前佛祖在那边工作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 死亡的地方 传法的地方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在印度的一些最重要的场所 你都会看到 潘教授 还有潘博士讲 介绍苏格拉底 佛陀 皇子 耶稣 那么 我去印度跟尼泊尔的时候 后面三个都是东方人 都是亚洲人 印度他不跟中国一样 中国人是历史 所以你一看 中国人大概都会了解 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倒闭如流 古代是什么 梁堂金盘族 然后呢 以前的梁堂金盘族